詞曲 李宗盛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雙方變手入席 詞曲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歡迎來到第十七屆 全國大專辯論會 入選賽的比賽現場 我是今晚的大會主席 吉佳琪 在我身邊的是 本場比賽的計時員 他們是許家瑜同學 吳彥賢同學 以及許惠柔同學 本場比賽的題目為 我國應或不應全面落實 一要分家 持正方立場的隊伍為 雙溪龍拉曼大學 他們的立場為 我國應全面落實 一要分家 他們的便手如下 一便 中止晴同學 基礎班 二便 楊建安同學 土木工程系 學士一年級 三便 劉彥賢智同學 電子與電氣工程系 二年級 以及四便 謝敏妍同學 工程系 博士一年級 請代表雙溪龍拉曼大學 溫厚在場各位 請代表雙溪龍拉曼大學 持反方立場的隊伍是 馬來西亞工藝大學 他們的立場為 我國不應全面落實 一要分家 他們的便手如下 一便 曾智宜同學 生物資訊 學士二年級 二便 梁正豪同學 殼子工程 學士三年級 三便 韓詠欣同學 生物系 學士二年級 以及四便 林宇恆同學 土木工程系 學士三年級 大家晚上好 接著請允許我介紹 本場比賽的五位評審 第一位評審 湘文翰先生 他是墨爾本大學前便手 現擔任紅頭黑絮魚成員 和公教教練團團員之一 第二位評審 也賓友先生 他曾獲得 聚音變全場個人冠軍 也是公開 賽辯論隊 紅頭黑絮魚成員 他現擔任職業律師 第三位評審 陳少康先生 他是第十三屆 與第十四屆全便冠軍 現擔任職業律師 第四位評審 古震東先生 他曾擔任中學辯論教練 現擔任企業主管 第五位評審 田景天先生 他曾擔任馬大前便手 現擔任馬大辯論隊教練 在比賽開始前 大會有兩項溫馨提醒 首先 在發言時間剩下三十秒時 將會有一聲靈響提示 而在發言時間結束時 將會有兩聲靈響提示 變手須立即停止發言 接著 雙方隊伍在自由辯論環節之前 都各享有一次教練指導權 任何一方的教練 舉牌 向大會示意 發動此權力時 雙方教練皆可上場 進行一分鐘的教練指導 口頭指導 謝謝 好的 事不宜遲 我宣布 第十七屆全國大專辯論會 入選賽 正式開始 首先 我們有請正方議變開篇立論 時間為四分鐘 有請 謝謝主席 大家好 醫藥是否分家在馬來西亞 是個已經爭議多年的議題 顧名思義 醫藥分家指的是 把治療和配藥 兩門獨特的知識體系 分隔開來 讓醫生和藥技師 得以各司其職 醫生負責診斷處方 而不配藥 藥技師負責配藥 而不處方 如今我國一共有 一萬七千名合格藥技師 超越世界衛生組織 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要求 一比兩千 而且目前我國醫藥領域中 已有86%實行了醫藥分家制 剩餘14% 相等於9000所的私人診所 還未實行 可見全面落實醫藥分家的實踐性 在馬來西亞已經逐漸成熟 因此我方認為 馬來西亞政府應該把握良機 針對僅剩的私人診所 落實醫藥分家制 第一 我方認為馬來西亞應該全面 落實醫藥分家的原因有二 第一 醫藥分家可以 第一 醫藥分家可以提供更好的監督機制 預防潛在的醫療失誤 在馬來西亞 醫療失誤層出不窮 2009年至2012年 更有1.7萬次的醫療失誤 其中70%是在開藥階段 80%是由藥劑師發現 馬來西亞國際醫藥大學的研究 明確地指出 針對兒童發高燒 沒有落實醫藥分家的醫生 有高7倍的概率 會開出不必要的抗生素 最後導致病菌的抗藥性變強 危害病人的健康 這要歸咎於醫生在知識藥理上的不足 正如大專藥劑首席執行員 劉瑞祥表示 醫生是疾病的專家 藥劑師是藥物的專家 藥劑師的工作是負責 檢查醫生的處方 針對病患的病例給醫生建議 質疑藥物的真偽性 國際藥劑師聯盟也有報告證明 藥劑師可以減掉至少一半的藥方失誤 因此通過全面落實醫藥分家 藥劑師的專業不只可以配藥 而且也起到了監督的作用 這樣醫生可以專注於診斷 各司其職以發揮所長 藥單經過雙重審核 一旦發現錯誤 雙方可以進行商討 有效避免配藥錯誤 藥劑過量或不足 醫藥成分重疊 藥物過敏等狀況 第二 醫藥分家可保障病人 作為消費者的知情權和決定權 根據醫藥期刊 Health Policy的報告 通過研究21篇 有關醫藥分家的學術論文 得出的結論是 沒有醫藥分家的醫生 確實是會有 對同樣的症狀開出更高劑量的藥物 此外 理科大學藥劑系教授阿茲米也指出 針對同樣的藥品 藥劑行的價格實際上 比私人診所高出15倍 而這還 低出15倍 而這還不包括藥劑行 還有其他更便宜且有同樣功效的藥物品牌 換而言之 不管醫生是想牟利還是無益 病人吃貴藥和吃多藥 已經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 全面落實醫藥分家最實質的利益 就是恢復病人身為消費者的權益 讓病人可以拿著自己的處方 尋找適合自己的藥房 最起碼醫生不能為了牟利 而開了不適合病人的處方 更何況不讓醫生擁有絕對的配藥權利 也可以把商人的屬性 從醫生的身上切割 讓醫生可以更專注於自己的專業 不至於為了牟利 而用開多藥或開貴藥的手段去剝削病人 無疑讓醫療生態有更好的發展 可謂一舉兩得 中上所述我方認為 馬來西亞應該全面落實醫藥分家 謝謝 謝謝正方醫變 接著我們有請反方醫變開篇立論 時間為四分鐘 有請 麥克風測試 麥克風測試 謝謝主席 大家好 今天的辯題是我國應不應該全面實施醫藥分家制 各據馬來西亞藥劑學會主席安拉西表示 我國86%來自政府醫院 私人醫院和政府診所的醫生 已實施醫藥分家 不具有配藥權 所以今天變題的焦點在於 我國尚未實施醫藥分家的14%醫生 就僅僅是私人診所的醫生 醫藥分家指的是修改現有的1952藥劑法令 剝奪醫生配藥權 讓醫生只剩診斷的權利 實施醫生配藥那便是犯法的 病人只可拿著藥單向藥劑師買藥 提醒大家變題中有全面的字眼 比如說荷蘭已經全面廢除死刑的時候 我們不會允許荷蘭依然有執行任何死刑的例外 同樣的討論全面醫藥分家 政府就應該剝奪任何情況下 醫生的配藥權不得有例外 查明立場 我方選擇保留 現在已經醫藥分家的醫院以及政府診所 還有一站式服務的私人診所 另外整方的全面醫藥分家 要證明的需要性應該是屬於私人診所 尚未醫藥分家的問題 而不是簡單闡述 醫藥分家的好處 要衡量 該不該全面醫藥分家 就看剝奪私人診所 醫生配藥權後 是否對人民更有利 根據我國新人衛生部部長指出 如果全面實施醫藥分家制 不維持現有的彈性制度 配為病人和私人診所增加醫療負擔 首先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就指出 2012至2015年這三年間 有500所私人診所 因醫生無法承受運營成本高漲而倒閉 全面醫藥分家後 對這些醫生更是雪上加霜 被剝奪一項收入後 他們只能迫於無奈 向人民開刀 提高門診費以維持診所運營 也難怪 韓國在2008年東國大學研究指出 韓國在醫藥分家後 門診費竟然在一年內 提升了整整72%無毒優毆 根據第19届亞洲藥籍分會的文告 日本在1974年實施醫藥分家後 捷疗費在同年內提高了8.3倍 甚至我國政府也已經廢除了門診費頂限 因此醫生有權力自行調整門診費 由此可見 醫藥分家帶來不必要的經濟負擔 苦得使人民 第二 醫藥分家後 私人診所不再提供一站式服務 讓人民承受更長久的病痛煎熬 現今人民一旦覺得不舒服 就可到附近或24小時私人診所 完成看病奶藥的程序 全面實施醫藥分家後 發著高燒或者肚子腳痛的病人 需要拖著病洋洋的身躯 看著醫生 又需要另外找到藥劑行排隊奶藥 甚至半夜還需要找到24小時的藥劑行 才可以完成买藥的程序 再來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馬來西亞的報告指出 住在我國偏遠或者內陸地區當中 31%的人 也就是250萬人 要求醫最少就要跑上3公里 甚至東馬地區超過60%的人 需要跑9公里 醫藥分家是否又要讓他們 多跑幾公里去找藥劑行呢 對於不是病患的人來說 要兩地跑 已然是不必要的累贅 但對於一個病人來說 更是血上加霜 由此可見 剝奪私人診所醫生的配藥權 根本就不是為人民著想 只會給人民帶來不必要的煎熬 再現況 為實施醫藥分家的私人診所 存在著本身的價值 哪怕價格較高 選擇私人診所的人民 本來就是因為 比政府的大排長龍來得更快捷方便 但實施醫藥分家後 人民被剝奪了自由選擇權 被破壞上比之前 本可以不承擔的時間成本和精力 因此全面實施醫藥分家 可說是勞民傷財 因此我方堅決認為 我國不應該全面落實 醫藥分家制 謝謝 謝謝反方一便 接著我們有請反方二便 進行一對三咨詢 時間為兩分鐘三十秒 有請 謝謝主席 各位好 對方一便好了 您方告訴我說 要一起聚焦談這個14% 為醫藥分家私人診所 我們雙方自己達成共識 可以嗎 對 好 那往下 三便勸一下 您方的制度底下 醫藥分家 醫生只可以配有 治療權 藥劑師只可以配有 配藥權 如果任何特殊情況 您方 這個 會不會有例外呢 特殊情況當然有例外 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你今天被蛇咬 明白 請問四便 因為您方 畢竟今天是一個政策題 您方有沒有提這個配套措施 有沒有告訴我 要怎麼修改法令 告訴我如何配對這個 這個情況 這個權力的分配 所以這個特殊情況的例外 您方怎麼詮釋 我方認為的是 現在公立醫院 跟公立診所 怎麼實施它的例外情況 我們私立診所 就可以借用那個 麻菲所問 我問您方的是 今天如果出現了例外的時候 您方到底怎麼修訂這個政策 您方二便過 可以繼續交代 回到主編好了 請問縣中校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非得 若是這個政策 不可來解決呢 就像剛剛 我們主編搞講的 因為現在沒有 落實醫藥分家 所以我們的醫藥費 是會比 落實醫藥分家 的醫藥還要貴 明白三遍 墨爾本大學 墨爾本大學 針對馬來西亞的 私人診所的 這個藥物 進行了 價格的調查 發現 今天私人診所所賣的藥量 比外面的藥劑行 相差多少巴仙 知道嗎 對方便有外國數據 我方也有 墨爾本大學 墨爾本大學 針對馬來西亞的數據 國內的 只是墨爾本大學 我方也是有數據 您方法聽一聽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先問你 你知道自己差多少嗎 您請講 四遍 四遍 是三巴仙 可是我方這邊有阿茲米 理科大學的藥劑師教授 告訴我們 在藥劑行賣的 便宜手 請問一下是怎麼做出的調查 這是 他是一個藥劑師教授 怎麼做出調查 您方不知道 交代不了沒有關係 後來主編好了 除了價格方面的問題之外 您方只告訴我說 今天 院醫生配有這個配藥權 有問題是嗎 因為沒有人去審核 他的配藥權利 有沒有對 所以那個1.7萬 當中出現了錯誤對吧 您方說了1.7萬的病例 是的 好 三遍 您方知道 您方這個數據 我方也同樣的讀過 您方知道 最後結尾他寫了什麼嗎 寫了什麼呢 又很奇想 major error from government hospital 言下質疑 是從已經醫藥分家了的 醫院流出來的 四遍 怎麼做出解釋 因為那邊有醫藥分家 好 二遍就要交代 謝謝 在私人之所還沒有檢查到 謝謝 好的 謝謝反方二遍 接著我們有請正方二遍 進行一對三諮詢 時間為2分鐘30秒 有請 好 謝謝主題大家好 先來查明一下 剛剛我方的這個定義 我方認為的是 全面分 全面 弱持這個醫藥分家 必須是 現在80%這個醫藥分家 如何進行 有什麼特例 我們就延伸到 我們這14%的醫藥分家 所以請對方 不要再亂亂扣我方報紙 再質問 對方今天認為的是 請問對方四遍 對方我們今天 不想要這個14%的醫藥分家 是不是因為有這個成本 和這個彈性的問題呢 我方覺得為之現狀 你可以選有分家 也可以選不分家 一戰式服務 對這些人民比較方便 他們可以自助選擇 所以沒有成本的問題 是只有彈性的問題 成本也有 好成本也有 門診費的提高 好那我們問一下 一遍 既然這個成本的問題 剛剛我方的這個試表 告訴你 這個理科大學藥技系 他在這個阿茲米教授 他在2015年的時候 他根據公立診所 和私人診所 的這個發燒 這個兒童做了一個報告 告訴我們說 同樣的藥 藥房 比這個診所 竟然可以便宜 15%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您要 讓我們的這個 人民去買貴藥呢 去診所買貴藥 對方 我這裡也有相亢數據 我這裡顯示 只有相差3%的差價而已 請問您發15% 是怎麼得來的 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就是我們理科大學的 這個藥技系教授 他在當年 根據這個比例 他算了這個 同樣的發燒藥工 發現我們的這個 藥房的確買到更便宜了 我可以講一下 墨爾本的數據嗎 我現在我要 剛剛你那個已經講過 再來我要問的 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剛剛有說 這個日本 他在使用這個醫藥分加過後 所以他是 那一點 他是提高一點的 這個8%左右吧 8.3倍 好 我們這邊同樣一個 最新的數據告訴我們說 日本他在醫藥分加過後 反而他的這個 個人看病走開銷 不管是門診費 還是這個 買藥的費用 反而逐年下降 請問這一點利益 來等一下 當時候日本 一旦實施藥分加過後 因為 政府沒有津貼 那時候是當時的時候 但是政府津貼過後才下降的 那時候是當時的時候 所以現在已經下降 有這個趨勢 對不對 因為政府要津貼 馬來西亞現在沒有津貼 是認真所要 所以您方要跟我說 86%的現況的醫藥分加 我們是沒有津貼 而我們有這個 上升的趨勢 再問你一個彈性的問題 對方認為現況可以選擇 這個診所和藥房 是好的這個選擇 對不對 現在人民也一樣 擁有這個選擇的權利 我要去哪裡看 所以對方是承認了 我們這個藥房的這個功能 這一點利益我方先受下 我們來看 怎麼來就可以賣藥 我們來看 對方事變 這個診所的這個安全性 我們這個 馬來西亞的藥劑協會主席 黃士仙就告訴我們說 99%這個醫生 他們是沒有收過專業的配合訓練 請問這一點 您方待會論證 好的 謝謝 由於正方教練 前面曾示意大會進行教練指導權 大會想請問正方教練 是否繼續行使此權利 好 請雙方教練到台前兩側準備 請稍等 好的現在開始 接著我們有請反方二變進行咨詢小節 時間為兩分鐘有請 謝謝主席各位好 其實對方告訴我們說 要落實這個政策 無非只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 說什麼呢 醫生今天開多藥 醫生今天開歸藥 所以我方就問了 您方舉證一下 請問開歸藥 開到哪裡 歸到哪裡去了 對方告訴我說 今天在USM 有一個藥劑師協會的主席告訴 針對兒童的一種發酵藥 進行調查 發現了 歸了多少多少巴仙 但我方同樣的 也提出了一個香港的數據 您方針對的是一種藥物的進行調查 我方針對的是48種藥物的調查 為了本大學 針對馬來西亞私人診所所賣的藥物 和藥劑進行比較 發現價格只差3% 言下之意 就是如果你在私人診所看醫生的話 你可能比他們貴個三角錢 因為你在那邊買的藥是10塊的話 去到私人診所變成10塊3 這就是3%之間的區別 所以破傷害到底在哪裡 您方可以進一步舉證 否則您方的需要性不攻自破 回來您方第二點好了 告訴我說今天開多藥了 請問一下開多藥問題在哪裡了 到底事情有多嚴重 您方也沒有交代 因為畢竟您方告訴我說 吃多了很多抗生素的話 那麼這個人的抗藥性可能會增加 那請問了 現實當下馬來西亞人的抗藥性 有增加的趨勢嗎 似乎沒有吧 您方也沒有進一步舉證 反而我方這裡有 我方這裡有個科學理論告訴過 為什麼今天抗生素你吃不完的話 反而你有可能更容易被細菌侵入 這是你不吃完抗生素才會帶來病 所以今天抗生素是給多了 您方到底怎麼舉的證 變成是多了分量呢 因此您方更要進一步舉證 回到來好了 對方也承認今天我們聚焦討論 是14%的私人診所 所以我們想一下 對方世界是怎麼樣的 對方的世界當下只有排 只有排兩次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了醫生過後 我還要去找藥劑行在排隊買藥 那在我的世界怎麼樣呢 我看了醫生我排一次隊就夠了 我過後還可以立刻買藥 立刻拍回家就可以養病 在您方世界底下 您方對病人特別的苛刻 您方只是對於那病人 血上加霜而已 您方要知道 東馬光是看醫生 他們至少要9個9公里的距離 RMC的數據 謝謝 謝謝 謝謝反方二變 接著我們有請正方二變 進行咨詢小節 時間同樣為2分鐘 有請 好 謝謝主理大家好 既然對方沒有去到糾結 定義的問題的話 就沿用我方的定義 也就是說86%醫藥分家 如何看待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病例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特例的話 我們就會沿用到 我們14%這邊來 所以請對方不要在我們 糾結這個定義的問題 所以再來看到我們這個 對方也告訴我們說 的確我們的這個私人診所 有開私人診所 有賣貴藥這個問題 我們這邊有一個 理科大學藥劑是一個佐證 告訴你說 它的確是會開 它的確是會賣貴藥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方 我們的這個藥房 會更便宜的這個 另一我方先收下 再來我們告訴你說 剛剛我們對比了這個 日本的這個醫藥研究過後 我們最新的數據反而是告訴你說 他們的個人總開銷 不管是門診費還是醫藥費都好 都已經是在逐年的下降了 所以如果對方要和我說的是 這個它的確是會逐年上升的話 請對方拿出一個最新的數據來告訴我說 日本他們反而是不降反身 所以這一方的利益我方來收下 所以對方今天的這個問題很奇怪 對方就好像說 如果我們的這個 如果這個問題不大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去看這個問題 就好像說 如果其他國家這個反彈會 有的國家有效用 我們的國家沒有效用 可是不代表說我們的國家 就不需要反彈會 去監督我們的警察這個行為 因此我們來看到這個彈性的時候 對方告訴我說 這個便利性可以凌駕於這個安全性之上 我方就很質疑了 到底我們的這個 馬來西亞藥技協會主席 這個黃世新呢 就告訴我們說 99%的這個醫生 是沒有經過配藥訓練的情況底下 到底對方要如何論證說 他們在我們的配藥 是比我們的這個藥技師更專業的 對方有沒有回答到我們的問題 反而我們的這個MERS的這個報告呢 就告訴你說 我們的這個開藥輸入裡面 有五分之一 反而是來自我們的私人診所那邊 請問您方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再來看到這個病例性的問題呢 我們的這個衛生部和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藥技協會 馬來西亞藥技協會的這個報告 就告訴你說 現況底下我們的這個藥房 和我們的這個醫療診所 他們這個分布率是吻合的 也就是說有藥房的地方 就有診所的這個存在 所以我方不清楚 您方這個便利性到底是在裡 為什麼在準備了便利給你的時候 他們還是不要去買藥 謝謝 謝謝 由於反方教練曾示意要求進行教練指導權 因此雙方教練將由一分鐘時間進行口頭指導 請在台前兩側準備 好的有請 好的有請 來今天對方便有告訴我們 MERS的數據是由已經落實醫藥分家 這個醫療體系所落實 所以不可以用 可是我們的MERS報告告訴大家是什麼 今天就是因為落實要有醫藥分家 他們有70%的失誤是由藥劑師發現 就吃進肚子裡面了 所以對方便有 如果吃進肚子裡面 你還負責嗎 不對 這份報告要告訴我們的是 已經實施醫藥分家的 政府醫院和政府診所 依然有1.7萬的醫療錯誤 而不是有藥劑師發現的 您方看錯數據 往下是您方今天告訴我 政府醫院有什麼特例 我們在私人醫院也執行怎麼樣的特例 請問他的特例是什麼 他的特例就是緊急事務的處理 今天如果一個人他被蛇咬 他要打針或是破傷幫他打針 沒有留教他走去藥醫師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常理而已 對方便我想請問你 今天有配藥師被發現 是不是代表今天的藥劑師 他發現了是不是進而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等一下你要告訴我是藥劑師發現的 往下的是 今天我們發現的是 您方告訴我的特例很緊急 怎麼樣叫緊急 我今天肚子痛也叫緊急嗎 沒有啊 肚子痛就是肚子痛 要這個根本不是緊急 我們講緊急是破傷風等等的這些病例 如果要打針的話 今天對方便有不可以強行歸納的 往下再看你了 今天這個配藥的這個 這個 這個監督的需要性 是不是需要藥劑師 所以看到嗎 對方便有MERS的數據 也說不 也無法告訴我們所有 所有都是藥劑師發現的 所以這點我方收割 而往下的是 您方今天告訴我特例 可是模糊不清 您方要知道 一旦修法了過後 醫生不再擁有配藥權 而您方所指的是打針 可是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吃藥方面 對方便有不要搞錯 往下的是 您方知道嗎 日本實施醫藥分加過後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 門診費就上漲了8.3倍 為什麼會上漲 因為醫生失去了一個收入來源 因此他運營成本少了 所以今天他必須提高門診費 來維持生計 您方知道嗎 今天很多可能性 可能他的這個 其他原因 可能他今天 他的藥費不用囤積了 他可能也可以減少 不用增加門診費 或者是可能還要競爭 他也可以減少他的那個門診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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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峰會告訴我們說 日本實施藥分加過後 就馬上起了8.3倍 而韓國也針對了實施藥分加過後 針對醫藥分加 因此增長了72% 您方有任何數據告訴我說 有其他可能性嗎 今天我們 好今天我們先收下這個 今天診所 這個時間診所 要不要調漲他的這個藥費 有很多可能性 今天即使他們漲了 也不代表是醫藥分加導致 而且我們今天看到 藥費在落實醫藥分加過後 是可以明顯 降低的情況下 對方便有 是不是您的避害 已經到削減了 往下再看 您方 往下再看了 今天我們落實藥分加過後 跟藥劑 像藥劑行買藥 可以有更多選擇權 為什麼對方便有 要剝削我們這個 知情權和選擇權呢 等一下對方便有 我們的數據 是針對醫藥分加帶來的影響 而您方也提不出任何 有可能性的其他數據 所以這點我方先收下 所以往下是 我方想要問你的是 請問您方今天告訴我醫生很不專業 請問這些小病小痛 究竟醫生有多麼不專業 您方可以舉一下嗎 小病小痛 小病小痛 當然是沒有不專業 可是他們專業是在診斷 而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素页有專攻 他們診斷就給他們去診斷 今天如果是要配藥的話 就不應該配藥 應該給藥劑才配藥 所以看到醫生沒有不專業 也沒有任何問題 為什麼要勞民傷才 來實施一個政策呢 我方不明白 而您方今天告訴我 有選擇權 現今情況底下 我要看醫生 我要選擇去哪裡看醫生 也是我的選擇權 請問為什麼要 需要一個政策來改動呢 請問對方便有 你要告訴我 為什麼這個選擇權是好呢 因為今天看醫生 他的弊害就是非常大 不會有很多大機會 我們看到現狀是怎麼樣 現狀如果我想要去醫藥分加 政府醫院也可以 如果我去私人診所 想要跟醫生拿藥單去 藥劑行買藥也可以 這才是真正的彈性福利 這就是維持現狀的利益 謝謝 好的 謝謝雙方三變 接著我們有請正方三變 進行小結 時間為2分鐘30秒 有請 好 今天我方落實這個 醫藥分加制度 確實就是要達到 數月有專供的這個程度 沒有錯 醫生確實一個專業的人士 可是他確實有這個配藥的知識 也有配藥的經驗 可是不代表是足夠的 今天我們這個社區 藥劑系公會主席 往事先又告訴大家 今天99%的馬來西亞醫生 都沒有足夠配藥知識的時候 為什麼要把配藥的權利 交還給醫生呢 我方就好奇了 今天再往下看了 我方的第二個東西 就告訴大家 其實今天病人 在沒有醫藥分加情況下 他們在診所買藥是非常不便利 而且這個知情圈也是被蒙蔽了 怎麼說 今天如果一個病人 一個醫生從處方到開藥 都是由他一個人一手操辦 換言之他要開什麼藥給病人 是他自己的選擇 今天我方就看到了 今天醫生他其實只有開多藥且開貴藥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今天有可能是他有益 也有可能是他無益 可是今天開多藥的問題 就會導致這個性命的問題 對方朋友難道這個性命問題 是要你來解決嗎 今天對方朋友又舉出了 其實我們開多藥的問題 是有可能 有可能是種種的原因 有可能是醫生要為了 讓病人痊癒更快才開多藥 可是我方這個數據就告訴大家 其實今天我們的數據是做比較的 在有弱食藥分家的體系 跟沒有弱食藥分家的體系 兩者都有治好病人的情況下 這個醫生 這個醫生他給病人開出了同樣藥 換言之這個沒有弱食藥分家的體系 他開出的藥就是多餘的 那麼導致下面的情況 對方朋友也知道 就是會導致抗藥性的問題 導致病人以後的疾病更加難治 再往下 今天台灣現實例子就告訴我們 醫藥分家弱食後的費用 其實有分兩個地區 在不同的改變 今天在台北跟高雄的部分 他們其實是有在減少 整體醫藥費用的部分 所以我方可以看到 其實醫藥分家總體 一個病人總體的這個醫療費用 其實有很多原因素可以導致 不只是門診費 今天藥物 在馬來西亞面臨什麼問題 您方沒有舉 您方只是告訴我說 99%的醫生不專業 但剛剛您方三遍也承認了 在對於這種小病小痛 其實醫生已經夠專業 這點是您方承認 所以為什麼還需要推行一個政策 來實施藥分家 而且對方便有今天告訴我們的抗生素 對於孩童的病情開出的藥數量不同 可是大家知道嗎 一種藥物可以因為病情的嚴重性 因此開出不一樣藥物的劑量 所以這也是控制藥物藥量的其中一個因素 而且英國保健署也告訴大家了 抗藥性根本就不是因為開多抗生素 因為是我們吃不完那個抗生素 我們沒有聽醫生的話 所以才導致的 所以對方便有根屬其實已經看錯了 所以需要進不成立 第二點您方今天告訴我說 醫生有暴力 因為他們利用這些藥物來賺錢 您方只告訴我一個數據 針對一種藥物因此醫生貴了15% 但是我方今天有一份相抗數據 就是墨爾本大學對於馬來西亞的私人診所 還有藥劑行進行統計 48種藥物 他們只相差了3%的藥物 所以醫生究竟謀取暴力 用藥物來賺取更多的錢的體現在哪裡 您方也沒有舉 不要緊我方告訴你了 1412分加過後 日本和韓國他們的門診被因此上升 因為醫生失去了其中一個收入來源 他們沒有辦法維持生計 迫於無奈 因此增長了門診費 您方今天告訴我是什麼 您方告訴我是日本有在下降啊 您方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政府有在津貼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 馬來西亞人民需要完全承擔私人診所看診費用 所以這是人民必須承擔的弊端 再來您方告訴我台灣 但是國立陽明大學也進行統計發現 台灣實施藥分加過後 其他門診費沒有上也沒有跌 他們保持不變 所以您方降低門診費的利益不成立 我方想要告訴大家是 彈性處理是最好的 怎麼說 在現金情況底下 如果你要去已經實施藥分加的政府醫院 你可以去 而你要去還沒有實施藥分加的私人診所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跟醫生要求拿藥單 去看去藥劑行買藥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強制 你一定要跟醫生買藥 但是實施藥分加過後 法律一定下來沒有任何特例 醫生只能告訴你說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開藥給你 就算你肚子再痛也好 你發的燒再高也好 我也幫不了你 謝謝 好的 謝謝反方三變 接著我們將進入緊張刺激的自由變環節 雙方各有四分鐘時間 由政方先發動攻勢 有請 謝謝 便利性的問題 我方已經通過私人診所和藥劑行的分佈 已經解決了 談下一個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告訴我們 在落實藥分加過 可以有效降低醫生開多藥的機率 保障的是病人不用再買更多的藥 花更多的錢 為什麼不應該 沙拉越的拉伯 就等於12個吉隆坡 卻只有四間私人診所 在拉伯安等於10個KR 卻只有一間私人診所 所以連私人診所分佈都不齊 雙方現在還要強制醫藥分加 只會加劇他們求醫的補免賣 這是衛生局的數據 再回來了 衛生局也告訴我們說 私人診所通常醫的病只有三種 什麼哪三種呢 發燒 咳嗽 甚至是鼻敏感 請問一下這三種病情 到底醫生要幾專業 才可以去治療他們 回應你剛剛的那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內陸地區 只有那麼少的私人診所 因為大部分都是政府醫院已經有了 這些政府的公立醫院 已經在這些內部地區 有非常完善的措施了 接下來想要問你 就是我們根據21篇 嚴格挑選出來的21篇學術文章 我們可以發現到的是 沒有落實醫藥分加的醫生 確實是會有開多 要給這個病人的這個情況 難道對方便有事想要 讓病人吃過量的要治死是嗎 開多多少沒有講 您方說政府對私人 您交代一下比例 政府多出私人多少 甚至是 你要知道政府只開8點到5點 甚至周末沒有開 私人住所本來就有 他買藥便利的價值 我方講得很清楚 您方要不要交代一下 如果只有這種鼻敏感 咳嗽傷風醫生要多專業 馬來西亞有沒有硬人吃死啊 所以城市的問題已經解決 看內陸的問題 坦白講在內陸地區 每5公里就一間私人住所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是見識的問題 不是醫藥分加不分加的問題 所以您方就要確保 您方的政策 可以讓私人住所 見到每一個地方都有 要健康見到每一個地方都有 並且您方沒有回應 現在那些小病 究竟醫生要多專業 才可以去治療他們 並且醫生給多藥 開多藥那種 有沒有讓病人吃死 交代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內陸地區的 這個醫療設施 是由我們的政府診所 是在撐起來的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數據 告訴你說 這個政府診所 同樣是衛生部的報告 2965間的公立診所 還有我們的這個 150多間的這個流動診所 是在設立在我們這個內陸地區 所以出局率高達 958千戶以上 請問你的私人診所 佔了多少的8千比呢 有誰不知道 現在政府診所 只是營業到5點 晚上你生病了 只能選擇看私人診所 但是買不到藥 怎麼辦 這一點病例性問題 您方已經承受不到 接不到了 請不要強行討論下去好嗎 利益我手下 來回到來好了 今天經濟問題 您方談不談 代表有需求就有公益 如果擔心的是 20小時的診所的話 我方又給你一年的例子 今天他們也是有 非常普及化的 20小時的診所 看到嗎 其實今天只要我們 弱西藥分教過 有需求我們有足夠的藥物 就可以進入這個方法系的藥行 所以對方被我 為什麼會有這個避害 所以對方被我告訴我 市場推動市場 如果今天這間私人診所 隔壁原本 就開這一點媽媽當的時候 你只要保證 這媽媽當會因此搬走 然後開一間藥劑行在隔壁呢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已經和你說了 我們剛剛的報告 就已經跟你表明 我們這個分布率是穩合的 有診所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藥房 所以沒有這個便利性的問題 再來談一下 我們的1985年的時候 我們的醫藥協會 它就已經證明了 我們的藥劑協會 它的專業性 有更專業的人 來幫你把關 這個藥物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你不要用呢 林芳說的分布率是5公里 剛剛大家聽得很清楚嗎 5公里 夠你跑馬拉松 比賽的地方 現在那個病人病到病癢癢了 你還要他走5公里 你到底要怎麼樣 所以回到來好了 林芳說專業性的問題吧 但是專業請問 到底有多少醫生 醫死人 林芳沒有舉證 我覺得分布率的問題 剛才大家聽得分證清楚 談林芳的不專業 MERS的報告就告訴我們 每5張錯的藥房 就有一單是來自私人診所的 嚴重不嚴重 等一下 那這樣錯誤藥單 可以來自於很多根數 可以是因為寫錯名字等等 林芳沒有告訴我說 是因為醫生開錯藥吧 所以看到嗎 在城市我們需要走5公里 在城市以外我們需要走9公里 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承擔 這樣子不必要的負擔 健庄現在是最好的 來林芳給我舉證看看 究竟現在馬來西亞 私人診所醫生 究竟有多麼不專業 錯誤的藥單 是因為醫生開的藥不準確也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監督機制來檢查 不對 MERS的報告是說 多數的錯誤都來自政府醫院 已經分家 甚至是醫藥錯誤有很多種概念 寫錯名字也是一種錯誤 所以我方問你的是 林芳有沒有一種正常的方法 告訴我說 私人診所出現的問題 造成病人吃藥吃不好吃食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方認為小病現在醫生夠專業了 不要逃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MERS的報告告訴大家 即使是若是要有醫療分 醫藥分家的診所 都醫藥分家的醫療體系 都是有80%的食物 是有藥劑師發現的 所以對方沒有夠不夠多 而且這些都是要藥劑師來發現 而且難道小病 然後這種不是大病的配出藥問題 就不需要解決嗎 小病小痛難道就可以放置不理嗎 對方看錯了 那80多%不是藥劑師發現的 是那醫藥報告裡面 發現政府醫院 有那麼一萬多種 那個醫藥錯誤 並且這一萬多種 超過98% 對人體沒有傷害 你方舉證一下 究竟開桌開櫃藥的 這個必端在哪裡 我們的另外一個馬來西亞的醫藥 醫藥事務研究報告也告訴我們說 不管是私人領域 還是在公立領域都好 醫生都有40% 開藥錯誤的問題存在 正好符合我們的MERS的報告 告訴你說 我們的這個藥劑師 是有80%的能力 可以去發現我們的錯誤 請問對方這個利益 你看不看 40%可以要錯是什麼樣的錯誤 不論是私人診所 還是政府診所呢 我方收一下MERS的報告 他講的是 如果說病人 今天看到自己IC寫錯 名字寫錯 他跟counter的人員反饋 所以上報 所以看到了嗎 醫藥錯誤有很大的概念 不一定是醫生不專業性導致的配藥錯誤 MERS收掉了 所以您要不要談一下 日本在分加工 門診費的上漲8.3倍 現在看病 40塊 未來500塊 您方告訴我說 為什麼人民要承擔這個必端 不對我方反正看到的是 日本在足部落實 一樣分加工 它的總開銷是下降的 不管有沒有今天 它的總開銷是下降的 MERS的問題不要討先 78%的錯誤是在開藥階段 開藥階段 你們是不是需要藥劑師來檢查 等一下開藥階段 可能是 那個醫生只是寫錯一點藥物的名字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有一個良好配藥手指 就是醫生他必須二度審 自己審核就可以了 為什麼需要一個藥劑師 您方可以往下舉 而對方沒有今天8.3倍 您方告訴我有往下降 我方也告訴你了 因此政府也賠上了5倍的津貼的時候 請問為什麼我們要承擔 這樣子不必要津貼 如果醫生真的有能力自己檢查到的話 為什麼還需要80%有藥劑師來發現 您方知道為什麼打重開銷 你方舉不出任何的傷害性嗎 因為馬來西亞有良好的配藥手冊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繼續舉證一下問題在哪裡 所以配藥手冊是怎樣的東西 是給病人看嗎 如果是給病人看的話 到底有多少個病人會看 所以我方就想講了 今天與其仰賴一個病人 到底還會不會看 不如仰賴一個體系落實下來 可以控制全部病人 不是更好嗎 因為在配藥前 這個Cowder的這個護士 要跟醫生三度確認 根據這個2016年的良好配藥手冊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需要是你打爆 所以您方還是要有一個監督 即時存在吧 也就是我們的護士的存在 所以您方是認為說 我們的護士在配藥上面 是比我們的這個藥劑師 來得更專業的是嗎 問題是現況下沒有問題 您方明白嗎 所以看到嗎 8.3倍日本的例子 您方也正不成 為什麼我們要承擔這樣的弊端 所以這點我方收下 如果那個良好配藥手冊 真的那麼省的話 為什麼一個藥劑師還要花4年的時間 讀一個科系出來 在您方正不承認的傷害的時候 但是卻越來我們老實動眾 落實這個政策 卻要承受到對話的時候 我方說 對方未見其力先見其必 所以我們看到了嗎 所以對方今天告訴我們說 要三重的去審核這個護士的 這個情況底下 也就代表說 我們醫生的確是有開錯藥的一個失誤的 而且剛剛我們對方的這個三面 也和我們認了 醫生有可能他會寫錯字 寫錯字的話 由誰來審核呢 當然是由我們更專業的這個藥劑師來審核 在我們藥劑師的這個專業性 對方沒有提出職業的情況底下 讓我們更專業的這個人 來審查我們的藥劑機制 才是最合理的 好的 謝謝 好的 謝謝雙方變手 接著我們有請反方四遍進行總結 時間為四分鐘 有請 這倒是有點亂 不過我們處理一下 對方兩個需要性 對方沒有一開始 一打從這到最後 跟我們講說 今天醫生可能開錯藥 需要二度的審核 我發現剛才就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寧翻舉不出一個 現狀下出現問題的弊端 因為現在2016年早已 為什麼不發放給私人診所 跟這一個良好配藥手冊 他告訴我的是 今天如果說 counter的這一個醫護人員 這個護士在配藥前 必須跟醫生再三確認 你寫錯字我看不懂 我必須跟你確認 抗生素 這個傷風的藥 是不是要配這麼多 醫生會再三檢驗 所以說現在的監督機制已然足夠 不需要像您方的 勞食動眾的醫藥分家 所以看到了嗎 所以您方舉不出任何 我方對你的挑戰 我方問你有沒有吃死人啊 有沒有吃到病人投訴啊 吃不好啊 通通沒有 您方第二個舉證的方法是 今天發燒 抗生素多了15% 可是我方也有講 多個15%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多一點藥一粒藥 變一點一點一五一粒藥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 重點是 如果說今天 你真的你不聽醫生的話 醫生叫你吃 你不吃完 才會導致所謂抗藥性的增加 所以看到了嗎 這是英國保健署的數據 所以您方在通通沒有舉證間 馬來西亞出現什麼問題的情況下 您方第一個醫藥錯誤打爆 甚至醫藥錯誤 開藥階段也可以是IC寫錯 年齡寫錯等等 在行政上的錯誤 所以您方不能直接 歸居於醫生的不專業 導致說今天病人 有一定的權益受侵害 再往下講 你們第二個需要性 是告訴我說 誒 我發現今天 要醫生會蒙取暴力 會開比較多藥 或者是賣更貴的藥 可是我方剛才跟你講說 對比您方一種發燒藥而已 我方是莫爾本大學 針對馬來西亞的研究發現 私人診所跟私人藥劑行 48種藥物 價格誤差只有3%的情況 病人根本沒有經濟上的權益 受到剝削 所以這一點我方再手下 再挑戰您方的解決力 您方告訴我說 二度審核 是為什麼可以天然得症 我方這邊也有數據 英國保健署發現 在英國現在是有 長期是有醫藥分家的 哪怕多了一雙眼睛之後 我們依舊發現 每12張藥單就有一張錯誤 造成了每年2萬2千人死 當然我知道您方可能會說 這樣可能如果沒有藥劑石 是不是更糟糕呢 可是您方沒有舉的是 現在馬來西亞私人診所 沒有藥劑石的二度審核 卻有專業文憑的護士審核 出現什麼問題 您方沒有舉 連結會需要性 再往下講 我發現想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剛才上面有跟大家講過 您方一直很喜歡談選擇權 自由權 可是您方要知道 現況下是沒有任何一條法令 限制你說 你跟私人說 看病之後 你一定要跟他買藥 並沒有 您方其實可以 膽敢去跟他request說 欸我要單 如果我不信任你 我要哪裏的藥單 去那個retail pharmacy買藥 是可以的 因為沒有要疫情 無二藥劑法令 只告訴醫生說 你可不可以要 可是你不可以強制 以病人跟你買藥 講得很清楚 甚至是 如果說這個病人 哪怕他喜歡兩地跑 如果他喜歡被自虐 他喜歡兩地跑 他真的可以去這些有分家的 政府診所 政府醫院 可是您方不能否認的是 私人診所存在的價值 是我們這些週末 政府診所沒有開店 我們必須去找他 我發燒一刻都不能等 如果說今天 我半夜找不到藥劑行 您方說 藥劑行夠 可是24小時藥劑行夠不夠 好像您方沒有症 如果半夜找不到怎麼辦 儘管發燒 又是睡不好的夜晚 孩子繼續哭 最後方想跟大家講的是 唯有維持現狀 讓病人選擇 讓病人擁有這個權利 選擇有醫藥分家 跟沒有醫藥分家 是對病人最好的交代 不要像對方一樣 那麼硬性的規定 讓病人只能盲目的去 像我方講的 東馬人走一個9km 又一個9km 不要像對方一樣 那麼如此 對病人苛刻 那麼刻薄 應該給病人多點同理心 讓他早日回家休息 謝謝 謝謝 各位好 我覺得MERS的例子 必須要跟大家再講多一次 70%的失誤是出現在開藥階段 而所謂的寫錯IC 寫錯名字 剛才對方截辯也告訴我們 那個叫行政失誤 不是我們要談的開藥失誤 而這70%開藥失誤 到底是誰解決的呢 80%是由藥劑師解決的 這個時候就質問我們 哎呀這些都是在政府醫院的 我們沒有看到私人診所的例子 對呀 因為私人診所沒有醫藥分家 所以沒有人抓出來 你知道嗎 對呀沒有質疑的是 很多國家即便有醫藥分家過後 開藥失誤依然高 為什麼 這個開藥失誤依然高 不是我們的錯 是醫生素質不夠好的錯 這個時候是要醫生來解決 我們要能夠解決的是 開藥一旦有失誤的時候 要有一個人及時糾正 而這個及時糾正的人 唯有專業的藥技師可以做得到 往下談 對方覺得應該維持現況 最大的理由無非只有兩個 第一個 他告訴我們叫不方便 很多人 很多人找不到藥 在東馬的地區 可是我方已經告訴大家了 在內陸偏遠地區 這個醫療服務是由政府撐起的 哪怕對方告訴我 那些有私人 有些地方真的shock到私人診所 我方也告訴大家 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數據已經告訴我們 私人診所跟藥行 它的分布其實是相當吻合的 就是說有私人診所的地方 就會有藥房 對方還是要吹毛求疵 告訴我們沒有24小時怎麼辦 其實這個回到就供需問題 有需求的時候就會有供應 對方朋友這個就是在日本最好的體現 逐步落實醫藥分架的時候 藥技行的數量也在逐步增加 第二對方談成本的問題 他告訴我們在日本 在韓國醫藥成本在提高了 其實這個時候我方也給了一些數據 比如說在台灣 醫藥成本有在降低 在日本有時候也有在降低 有提高的例子 有降低的例子 我們不能用各自的例子 來證成自己的立場 我方想講的是 有真理有反例 而這不假好 假好就說明在我國 要落實醫藥分架的具體細節與方向 我們是有很多前居之間 可以參考與學習的嗎 各位我們經常說 最後對方朋友說 彈性的問題 他說現在的情況 我們可以自由選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要保留一個 可能對病人 不那麼好的選擇先 這個我方覺得 從MERS的例子 已經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還有醫生不具備配藥資格的例子 已經告訴大家 坦白講 私人診所的醫生 開藥的時候 失誤還是可能會很高 到最後 我方其實在這邊 想跟大家講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我們經常說 醫者父母性 可是有多少 在這個立意志上的年代 有多少位醫生 或者從醫者 還會記得這句老話 父母要我們去學醫科的時候 不再是希望我們成為 再生化脱還是妙手的心 而是告訴我們孩子 如果你做醫生的話 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我方才在這邊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 醫生他做出了判斷 就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 就像剛才我方舉出很多 開多要跟開歸要的例子 不僅如此而已 在病種逐漸複雜的這個年代 就算我們相信醫生的專業都好 我們不能忽略的是 醫生他也是人 他也有可能會犯錯 這個時候 於是我方 我們在這邊想問大家 一個問題很簡單 能不能夠為自己 為將來可能成為病人的你我他 為了讓我們的錢包跟保險 為了我們的生命 不會因為我們貪方便而變得不安全 多加一道保護的屏障而已 這就是全面落實醫藥分家 雙重審 帶來最切切實實的好處 今天雙方的分歧點其實非常簡單 對方想講的是 他希望相信通過可能貪婪 可能會犯錯的人來解決問題 二方恰好相反 二方主張的是信任制度 去達到我們的目的 所以在兩者對比之下 我們不能發現 唯有全面通 唯有通過全面落實醫藥分家 把這個監督的使命 交換給專業的藥技師 醫生才有辦法樹葉專攻 這個時候才是對病人 對我國的醫療生態 一個更好 更負責任的世界 因為在那個世界 不僅有我方想要看到的監督機制 藥技師可以充當第二把眼睛 而且醫生才會從事 當年他們已經失去的父母心 謝謝 本屆全面採取 進階版三輪投票制 即任何一方 在決勝票獲得 5比0或4比1的多數優勢時 則比賽將由領先方直接獲勝 除非評審們 以簡單多數表決要求 進行傳統三輪投票 如果決勝票出現3比2的少數優勢 則將自動進入傳統三輪投票 並以累積三輪得票結果 作為最終成績 現在大會將公布決勝票成績 第一位評審 香文翰先生 投給了反方 反方 反方 得一票 第二位評審 野賓友先生 投給了反方 反方 得一票 第三位評審 陳紹康先生 投給了反方 反方 得一票 第四位評審 第四位評審 古正東先生 投給了反方 反方 得一票 第五位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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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反方 在決勝票中 取得多數優勢 由於反方 在決勝票中 取得多數優勢 評審們 將舉手表決 是否 進入傳統三輪投票 現在倒數 3 2 1 請評審們 表決 舉手為 進入傳統三輪投票 好的 評審表決結果為 無需進入傳統三輪投票 接著 大會將恭請評審們上台點評 OK 簡單點 教大家一下我這個票 我覺得這場比賽當中 正方今天主要打的需要有兩條 第一條是 減少醫療上的失誤 第二條是 寫在整體上面來減少了醫生牟利和暴力 這個所謂的目的 這兩條路 首先我講第一條 這是在危害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有沒有找到醫療錯誤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覺得前半場 其實雙方都有在資料在對打 就是MIRS這個例子 到底它是誰的例子 我不確定 可是到最後其實我覺得一個問題是 反方即便你爭到了 它有醫療錯誤 可是這個錯誤有沒有導致傷害 那是反方對你們進行的挑戰來的 而如果你立場也成不了 其實在馬來西亞當中 只有14%小型私人診所 是沒有進行醫療分架 而他們自己的專制小病小痛 這點你也認下來了的話 那你又沒有任何例子給各位證明 講說他會知道太大什麼樣的傷害的話 這樣在這一點方面 有沒有必要落實到這塊東西 就要看你們整體的落實成本效益 這樣就繼續第二個論點底下往下談了 那繼續第二個論點了 至於醫生會不會今天所謂的開貴藥 或者賣很貴的藥呢 你們有一份數據 就是USM理科大學這個教授所講的 可是這個例子本身 反方其實對你們已經進行回應了 第一 這只是針對某一種藥物本身的定價 可是他們舉出的例子是根據 墨本大學對於48種藥物的定價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以數據宏觀性他們占比較大的優勢 更且往下降下打的時候 他也舉出了別的例子 這邊外國國家很多 其實有了醫藥分架構 不見得那個藥教育下降 反而門診分會增高 對於醫療者 對於那種所謂病患本身的成本 也是增高了 所以論損一筆來講的話 我覺得整體而言 反方其實用數據上面 有更多詳細解釋 而且對你們立場經濟的結構 我覺得是比較成立的 最多來講 正方你今天不能跟我講說 別的國家實行成果案例 我們就按著做 我覺得做一個正方 你如果今天負責的話 其實應該告訴我們 你整體的配套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簡單 今天最大的問題是 但是你沒有把我證到你的需要性 是有多嚴重 可是除了小病小痛之外 能不能舉一些個別案例 這個藥次了會出現什麼事情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前段時間看一個新聞 有一個醫院在私人診所來什麼事情 給一個安胎藥給一個孕婦的時候 其實給出了 給的是打胎藥 所以今天錯誤這件事情 好像我不講多少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這個東西有嚴重效果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去落實它 那往下再可以比 到底成本對比起我的效益 值不值得這麼比 我覺得往下是有的談的 謝謝 我進一步補充 我覺得在 我先講 你們是正正方 正方其實你們 我有點納悶 為什麼你們舉不出那個傷害心 因為反方三變 在自由變裡面竟然開出一個 開錯藥寫錯名字 就很容易給你們吃下去打完它 就很簡單 醫藥敏感 會致死 哪怕你開的藥是無害的 對所有人無害 可是可能 就是你一個人不能吃不了 你吃下去就會死掉 這就是很基本的一些 醫藥寫錯了 太死了 這種開錯藥的問題 所以 我可以在心真上稍微 接受你們這個 後果 嚴重後果肯定會有 嚴不嚴重 我就去評論 但是肯定會有一個不好的結果 這個我可以接受 我不要納悶的是你們 再打出來你們的策略是 今天我要完善化整個 看病的過程 我要監督醫生 OK 這個是你們有貫徹的 但是你們沒有把它變成一個很好的 自身點吧 對方是比較難去吃進來你們這裡的 到最後他們去到最後最後 最後能夠講的就是 我有護士幫忙監督 但是他們贊成了你們的監督機制的 這是你們在開出你們自己本身的策略 我覺得你們沒有很好的 觀測完在你們有利的地方跟對方 好好的答 只有在截邊 你開出來的第一個 你們的第一個反駁是 那70%真的是開要失誤來的 你講那些寫錯IC是行政失誤 竟然是截邊的時候才來講 這是一個我也是很納悶的東西 第二個 你講說 這是你們可能比較早期一點講出來的東西 你們講說 這個監督機制 可以讓整個過程更加完善化 可以讓我減少失誤 也是到截邊這時候才回應他們 那個彈性的問題 就是你講你的彈性嗎 現階段你不是隨便去外面 找你要的那個藥劑師去開咯 如果你爸爸是藥劑師的話 你找你爸爸開咯 可以拿到免費藥up to你 但是你爸爸不是醫生罷了 但是他這裡是有承認你們的那個 專業的需求性 但是他們只是弱弱的講 护士可以拿來 护士也是很專業的 但是你們這裡竟然沒有回應說 护士的專業是看藥開藥 Oh my god 你們是沒有這種反應的 你知道嗎 對方是完全可以用一些很 對我來說是很 蛤 這樣的一些反駁來回應掉你們 然後就 讓你們的點打不完下去 但是也很可惜 你們的東西開到最後才開始要比較完整 包括你們 其中一個為什麼我判給你們輸 就是你們贏 也是因為你們開出來的那個 硬 藥硬的東西 是不利 我看不到你們的效果 也是真的像他們講的 唯一給他們打爆料的東西 因為他48個藥那個東西 你們完全沒有回應 你們只純粹講那個發燒藥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分 分 分 勝負就是這裡很容易下 然後我是覺得你們策略是讓人看到 是讓我feel到你們有這個策略 你們策略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很好的 在你們有力的框架底下執行 而你們反方 判給你們贏 我覺得比較像是交鋒上的 但是如果像 從整體策略來講 我覺得是相當危險的 包括你們講的那些半夜 遇到那種種種的問題 那個是 我覺得也是很common sense 直接一句就是 去醫院 你發燒可以等到明天 你忍到明天 忍不到的話就去醫院 醫院都是這樣子的目的 你私人承索也是 不是20小時的嗎 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你們策略上安排 但是對你們自己本身 有危險的一些例子 是你們自己本身準備 但是就準備很容易給對方打回來的 還有包括你們 準備提到的那個 今天要不要討論特例 特例也是我會給你們 略略給你們贏的 因為像他們講的 發生緊急事件的時候 你真的是不能打針 打針 可以救他一命 難道醫生就是要 袖手旁觀 然後你要對方 論真這樣的立場嗎 我覺得也是很不make sense的 但是你讓了他這個特例過後 我覺得對你們的立場 本身要推的東西 有沒有很大的傷害 這是有待 有待傷缺的 而你們那個彈性的選擇 就是現有的情況 你是完全可以符合你要的 又可以符合雙方利益 這樣為什麼你不繼續 這個是你們很少強打的 反正我覺得你們在各級別 那種交鋒是有危險性的回應 但是你們又沒有很好的跟進 所以我的票就判了給正方 要判一判 對不起 以上是我的評券 謝謝 好 我們順順著來 其實正方的架構 九個字可以講完 開多要 開錯要 跟開跪要 所以醫藥分架是一定要 這就是他講完所有的 這九個字 這樣都有掌聲 OK 首先開多要這方面 開多要這方面 反方這東西很簡單 開多要不是問題 從一個要變成1.15個要 有什麼問題 反而他開好要 你不吃完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工方還有打了好幾次的 一直到街邊自由邊都有在打 所以開多要這個東西 正方沒有進一步回應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讓你們收下這個論點 OK 第二個是開錯要 開錯要就比較好玩 開錯要呢 反方有很多的回應 文漢講過了幾個我就不重複 第一 小病小痛不了 馬開錯又不會死 第二個是 定 那 那 98%開錯要 都是無傷害不了的 小小事不了的 不會死的 OK 這個文漢講過了 不講 還有一些講過的 第三個是 我們有三度確認的機制 拿出一張紙 這樣跟你講 我們有三度確認機制 所以已經很好的 我就想問 紙是紙 做是做 好不好是要看做不做得出來的 不是有沒有死 但是正方連這個回應 都沒有去罵他 他跟你講 我們診所的護士很專業的 好像欺負我沒有去過診所這樣 那個護士分分鐘就可能是 diploma的這個護士放假 打個工了 他不一定是有專業資格 我這個磁房 我籌備過 我知道有一個數據是跟你講說 很多私人診所的護士 是沒有專業資格 但是正方也沒有 往這方面採 所以反而反方 有這些一大堆的工方 他就可以很抑震眼神的跟你講 沒有問題啦 開錯藥 開錯藥你又不會死 他有講 甚至開錯藥只是寫錯名字 寫錯名字你會死 也不會嘛 所以就沒有問題啦 所以不存在開錯藥的問題 開錯藥也不是很大件事情 所以 沒有辦法了 所以這個點就被他們打爆了 然後 第三個就是開規藥 開規藥呢 文翰講過了 這個兩方數據的交鋒 這個阿滋敏對壘 墨爾本大學的交鋒 我猜到文翰講法 就我比較相信墨爾本大學 但我是不相信正方 只能夠舉得出 阿滋敏一個的 一個的報告 我籌備這個比賽 我只要有五個 這方面的數據在手上 所以我只能講 正方籌備上 有點不足 當然最後一個 沒有一個小點 但是沒有講過 隨便講過一次 像真心講一下 後面就沒有了 就是醫生可以更專業的 做好要做的事情 把這個商人的元素 從醫生那邊撤出去 我其實聽了 我比較想聽這個點 但是後來都沒有再講 所以以上 我覺得正方的利益 都在我這邊 就很難成立 反方呢 更簡單 它架構五個字吧 第一更不方便 第二更貴 就這樣簡單 更不方便方面呢 我覺得在交鋒上 我會傾向於反方 理由呢 就是我會認同今天講的 所以我不會再重複 然後呢 更貴這方面呢 有這個日本爭執的數據 然後正方講說 日本做了過後 他就下地了 沒有問題 他們就立刻回應 但是因為政府有今天 馬來西亞沒有這種情況 你要指望政府去驚天 我們的私人診所嗎 所以我覺得 反方在很多數據的工房上 有給更進一步的解釋 比較感進拆解 所以這些利益呢 雖然比較小 但是我都可以覺得它成立 但是對我而言呢 我覺得反方最大的好處 是這個東西 而正方沒有去太大處理的 就是我有兩個選擇 我爽我可以去政府醫院 我不爽我去私人醫院 我喜歡去哪一間醫院 就去哪一間醫院 但是你只讓我可以去一間醫院 他講說 是我的藥是比較貴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立刻拿到藥啊 類似這種情況 就好像 這個高級餐廳的媽媽 miguring媽媽是比較貴的 但是你的環境舒服啊 有音樂啊 這也是他要給的premium 所以在反方的架構裡面呢 他有兩個選擇 這個東西呢 主編稿後半段有講 三編的後半段有講 截編的後半段也有講 都是後半段才講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就是這樣子咯 所以在這些點上面呢 我都可以收下 這個反方的利益 所以這個還要真的收下 不是 你們雙方便手都很想講 好這個點我收下 這個點我收下 你收有個鬼用咩 要我收才可以的嘛 你們下次講這句話 請評審收下 我收下 而且我剛才隨便算了一下 講了我收下的時候 大概只有十個裡面 只有一個是真的收到東西的 這個就純粹吐槽 沒有其他 不影響判決 好謝謝 好大家好我是曾東 那基本上我也不再重複 也不再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我是想要講一講 正方的開篇利論給我有點 有一個感覺就是 他把這個白色強人之類 這樣子的電視劇描繪得 有點灰聲灰影 讓我覺得醫生是不是那麼的恐怖 就我看一個沒有醫藥分家的診所 會不會已經吃過量的藥而死 或者是說會不會醫生亂開藥 導致我病情更為嚴重 我覺得這個 這樣子的利論本身呢 OK 如果你要說 你打算 論證醫藥分家的必要性 這是一個普遍上而言的話呢 那你可以這樣子提 但是你今天說的是 全面落實分家 它是針對剩下的14%的私人診所 我覺得這個還有就是 它的context是在我國 那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就是應該更為專注在 一個馬來西亞的國情 再加上全面落實的必要性 那從這一點出發的話 我就覺得在利論上面 沒有針對這個背景 而只是一個很general 其他人都因為這樣子的理由 而要分家 我相信這方面就給返方得到了一點優勢 因為他會給你很多 東馬的偏遠鄉區啊 他會給你很多 各種各樣比較符合我國情的情況 或者是針對那14% 返方會更加集中在告訴我們 剩下這14%的小診所 他的醫生已經賺不到錢 然後他的醫生也只是看到小病小痛 我覺得這類的描繪呢 會對我而言是更加符合 我自己的這種個人的 普通的common sense 就是一個常識的認知 但正方也沒有很好的說服 為什麼他提出這些數據 跟返方所提出的這種 偏遠相去的診所的這些例子 正方有什麼數據上 說服人的地方 這一點我是 基本上是沒什麼能夠收得到 我也不覺得以前有的情況 如反方所說的偏遠相去 還有一些小的診所 所收的這個費用 還有所提出的 所給予的這個藥物 也並沒有令我感覺到 有正方所說的那麼嚴重 跟那麼危險 所以其實我覺得更為 讓我想要看聽正方的這個講法 就是這個藥劑師的人數 藥劑師的供應是足夠的 然後藥劑師的專業程度也是有在的 那你的新政策怎樣 勾劃一個醫藥分家 或馬來西亞的一個願景 或者是馬來西亞一個 接下來因為醫藥分家 之後得到怎麼樣的好處 而這個好處 怎麼樣讓我們 怎麼樣讓我們去支持醫藥分家 全面落實醫藥分家 那種偏遠相去應該怎麼樣呢 是不是多了一個藥劑師 在偏遠相去以後 醫生不會亂來 或者是偏遠相去 因為醫生沒有人管 然後那個醫生做錯很多事情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些如果你有相關的數據的話 我相信剩下這14% 我們就覺得有必要性去全面 落實 因為我們已經 擁有足夠的藥劑師 去制衡這種偏遠相去 或者是 剩下這些私人診所 再胡作非為 如果有這樣子的數據的話 我相信 會對正方比較有優勢 不然的話 從剛才的分析來看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懸念 我們基本上都是 一致都認同 反方的論點 基本上 針對性的對付了正方的論點 於是反方的立場成立 就是這樣子 被打爆了 這個是術語對不對 被打爆了 OK 好 那我就收下了 被打爆了 不講評審因為沒有打爆 OK 好 那剩下的就留給兵友了 兵友打爆了 兵友打爆了 Hello OK 其實 要給掌聲就給了 我覺得前面四個評審都講到 全部都是我要講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OK 我只是想講一個東西 就是我這個比賽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 今天雙方的角色有點對調了 就是 其實正方是應該去 很盡可能的去描繪喔 這個醫藥分析 不醫藥分析的傷害是多大 大概就是吃錯藥會怎樣啊 你會吃死人 應該就是要盡可能去圍園聳庭一番 其實是正方應該做的東西 然後 反而 是應該反方的論點 會比較我覺得好笑的就是 他其實反方是認完你全部東西 懂嗎 反方是認完你所以要分析 所有的好處他都認完 他只是跟你講 他是認貴 可是沒有這樣貴 他是認會開錯 可是他沒有死人 他是認完的懂嗎 然後他跟你 然後這些所有的都認完了之後 他跟你講 你有沒有想過人家走五公里 才可以看醫生 你有考慮他感受嗎 在東馬還要走九公里耶 我不懂那些人 我不懂啦 我不懂東馬的人他們可以騎腳 或騎摩托歪 我不懂這種一定是要走路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有很多很technical 他挑那些 很technical 很technical的issue 我覺得是很容易 你就可以知道他跟你講 他右邊有一個媽媽 你有沒有可能叫他關掉 然後開一個pharmacy 沒有可能啦 可是 總會有一間店在附近走兩步 有一間 他右邊不可以隔兩間 有沒有 或者是把那個診所開一半 一半是做pharmacy 一半給他做clinic 我覺得這種是很technical的問題 根本就是 你就是一句話講 你講的東西都是很technical的問題 如果這個東西是值得做 你是很怕人家開錯藥 我跟你講 我叫那個媽媽當班 我也是要做的 怎樣 我是覺得 你只是多一個這樣子的勇氣 去骰他就對了 就去打包他 結果我覺得他講的東西 就全部都是很technical 就是 然後他自己又講一些很好笑 就講 診所你懂那些都小病小痛 遲一點不會死 然後等一下要刻畫一下 很緊急的時候跟你講 他病癢癢他要死了 他現在不去診所他會死的 明明又講小病小痛 然後現在跟我講病癢癢要死了 所以 他自己講的咯 他自己開心 懂嗎 所以我是覺得 反方在 認完你們所有的好處之後 然後他又講這些 要走路去看醫生 這樣子的這什麼論點 我是覺得 應該是由反方你去取笑他的 正方你去取笑他 可是今天覺得是掉轉了 是他們去取笑你 開過藥很了不起嗎 吃死人了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完全角色的調換 其實是反而是你們去笑他 走那幾步路會死啊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你們去笑為他們 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整個角色是調換了 就是調侃跟威言聳聽誇張的那個角色調換了 以至於在場上你設計的那個語境 沒有辦法到我這邊 然後結果我就給這個方便的這個論點 過了 然後我覺得很遺憾 你沒有意思嗎 就是覺得很遺憾 所以我覺得 他的技術問題不是不能夠解決 我是覺得可以解決的 所以 是有一點點可惜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講一點點東西 就是我覺得那個2016年那個 良好配藥手冊 我其實覺得那個 那個資料其實也是蠻 OK的 就是 蠻不OK的 就是他擺明就是拿了一個 這個2016年去管私人診所的一個手冊來跟你講 然後他就跟你講 他管得很好 你們不就是 你們不就是應該站起來講 我就是講這2016年這個手冊很有問題啊 你就應該去挑戰回這個東西本身啊 他跟你講 這個東西沒有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很有問題吧 所以我們才覺得這個東西是應該被改進的吧 所以我覺得 他很多東西就是嚇唬你的啦 我覺得他正反而就做了很多東西去嚇你 然後 然後你們就不夠勇敢 你們就覺得被嚇到了 我覺得反而是 我覺得就算吹水你們應該吹出來 你覺得吃錯藥會 哇 你跟我講吃一粒藥跟吃一粒 1.15粒藥是很沒有差別 我一個凡人啊 我真是不覺得 真的是會有這樣不大的差別 我不懂啦 如果我去看醫生 一個醫生跟我講 你是吃了一粒藥 然後我去另外一個醫生跟我講 他講 其實你吃多了藥 其實我是會覺得有一點點被騙 跟有一點點不甘願 然後還有一點點擔心的 我不懂我吃錯藥會不會怎樣 其實這種焦慮跟擔憂 我覺得是正常人也會有的啦 然後他竟然可以講 講真的吃多一粒有什麼問題 我就覺得怪怪的咯 所以我是覺得 設計語境的問題 就是你要再去形塑那個東西 要形塑它比較可怕一點 就應該讓它可怕一點 你應該去調侃那個坦方便的那一方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可惜在這一邊 就這樣喔 謝謝 回顧本場比賽成績 大會正式宣布 反方馬來西亞公益大學 以5比0的多數優勢 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 恭喜 同時 同時 本場比賽的最佳變手為 反方四扁 李宇恆同學 恭喜 至此 本場比賽已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的參與與出席 是 聖音樂